老花一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花友呢发来的发财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啊 养成这样子呢一般都是肥大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是你过于缺水 产生你那种还有一个时候呢是过于烙 就是过干过烙 这种叶子才会出现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肥大 别的都是没啥事 如果说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老叶片给它剪掉 留一些新叶片 另外的话呢 把表面的这些土再挖出来一些 稍微的稍微的挖出来一些 让它稍微通透通透 你用的是一家伦的盆 一家伦的盆普遍的会深 这个就是说过干过烙的一个原因了 你像这种深盆的话 不做肾水虫 它很容易就开始闷根了 好吧 下一个臭包 他说汉金莲这个叶子这样了 啥回事啊 多吗 不多的话就很正常 这个没办法 偶尔的一两个这样吧 就是属于很正常的 我看到呢好几个都这样 这个汉金莲呢 它并不怕晒啊 汉金莲汉金莲 是吧 它的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较为洗干 另外的话 您可以适当的松松土 有肥料的话用一点 如果说缺素的话 缺一些微量元素 缺甲之类的 它也会出现这种干边 胶边的这种感觉 好吧 该用肥的适当的用肥 胶水这块干湿循环 多晒晒太阳 其实别的都没啥事啊 老花一快救救我的绣球吧 谢谢了 这个就是您这个有点暴晒 那一个是有点暴晒 再一个呢 就是看看叶子的背面 有没有一些个东西啊 一般红蜘蛛也会导致这个叶子背面皱皱巴巴的 像这种绣球的话呢 太长了 您可以剪一剪 绣球的修剪很简单啊 只要是下面有那种芽点或者有叶片 上面那些字条 您就可以随便剪 不要让它那么长 绣球不要当吊篮去养 你看我们的绣球普遍的长度都不高 好吗 这个是稍微拿捏的一个事啊 你好啊 私信发不了照片啊 看看这个是啥病啊 怎么着呢 像这个话的话呢 就是过于强光暴晒啊 目测的话 像是蓝科的 不确定是具体哪个品种 过于的强光暴晒呢 就会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过干 好吧 过干过晒 不需要那么强的太阳 一早一晚来一点就行了 浇水在一块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黄叶子全部剪掉 适当的用一点点的肥料 就慢慢的能够恢复起来 现在话说我的富贵树 好像要干不死了 也没制定起来 那这个是怎么着了 其实呢 这就是不是一天的事 您这个呢 至少就我目测来看 至少有个两三年没有修剪了 这个跟您的时间应该是不短了 您像幸福树啊 像家里面养大绿植呢 每年春天五一前后 就劳动节的时候呢 您也劳动一下 给它进行一次修剪 修剪完之后呢 该适当的佐以肥料的 加一些肥料 至少一年 你要给它补一次肥修一次剪 你看 现在长长了 时间长了 它已经把母体 营养啊什么的都透支完了 一定要修剪 有的话说现在怎么办 现在能办的是什么呢 把表面的一些土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啊 然后呢 适当的加一点点的肥料 把这个枝条 适当的都剪短一下 你如果说 你看这个煮的那个 残的那个枝条 剪掉一半 所有细的枝条呢 也是剪掉一些 给它减轻一下负担 适当的加点肥料 好吧 这样呢 慢慢的再让它缓一缓 这个没办法 这是母体现在营养 比较凝弱的一个时期了 慢慢来啊 这吧 花托上出现这个 啥病啊 好几个托牌 浮虫安好久了 这就小虫子了 这就小虫子 一般的土里面生的那种 草虫子之类的 没事啊 浮虫安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 加点量 等到该浇水的时候 你不行就祸到水里面 一块往根里面灌 这个没什么事啊 等到该浇水的时候 不要水到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每天早上十点半 来我直播间 或者呢 从各平台搜索我的网店 搜索老花一自营店 或者官方号都能找到我的 我是老花一 老花自营业 谢谢大家 再见 不见不见 走了